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下到西服的旷野 要在那里寻锁大卫 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 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 就打发人去探听 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 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 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雅尼尔睡卧之处 扫罗睡在资众营里 百姓安营在他周围 大卫对赫人雅西米勒和席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雅比塞说 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 雅比塞说 我同你下去 于是大卫和雅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 见扫罗睡在资众营里 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 雅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再一次的西服人又来跟这个扫罗告密说 我们又再一次知道大卫藏在哪里了 希望这个国王带兵去捉拿大卫 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宗挑选的三千金兵 下到西服的旷野 要在那里寻索大卫 我们看这个扫罗真的是又可恶又可怜又可悲 他不断的宣告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应该追杀大卫 大卫真的是无辜的 大卫真的是忠心的臣仆 可是他又不断的不断的被魔鬼刺激 被里面的恐惧罪恶引诱 又要再去抓大卫 我们看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 就在同一个问题点上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如果不肯改 最后就会因为这个点倒闭在旷野 这时候呢第三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 在道路上安营 大卫住在旷野 听说扫罗又再次到旷野来追寻他 他想说真的吗 上次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我上次这个扫罗来追杀我 然后呢就随便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上厕所 刚好我大卫也躲在里面 我本来可以杀了扫罗 但是我因为敬畏神也这个尊敬 这个扫罗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所以没有杀他 那一次扫罗也不是被我感动了 相信我没有要害他的意思 所以就跟我这个发誓不会再来追杀我 怎么又来了 所以呢就打发人去探听 便知道扫罗果然又来了 第五节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 就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 尼亚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 扫罗睡在资众营里 百姓安营在他的周围 大卫就对赫人亚西米勒 和席鲁亚的儿子 约亚的兄弟 亚比赛说 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面去呢 亚比赛说 我同你下去 亚比赛是谁 亚比赛他的妈妈叫做席鲁亚 席鲁亚是大卫的姐姐 所以呢 席鲁亚他的这三个儿子 包含约亚 亚比赛还另外一个儿子 这三个人都是大卫的外甥 也都是勇士 所以呢 亚比赛就说 我愿意同你下去到扫罗的军营里面 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夜间 偷偷的摸进了敌营 到了百姓那里 就是军营里面 见扫罗睡在资众营里 而他的枪 放在扫罗的头的旁边 插在地上 而亚尼尔和百姓 睡在他的周围 我们会想说 怎么大卫跟他的部下 摸进了军营 而扫罗那边的人 都昏昏大睡 没有人知道呢 经文后面就会告诉我们 是因为耶和华时 他们全部沉睡了 亚比赛对大卫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求你让我拿枪 将他刺透在地 一次就成 不用再刺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告者而无罪呢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骑士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死骑到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告者 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 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 二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起 都睡着了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 大卫过到那边去 远远地站在山顶上 与他们相离甚远 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亚尼尔啊 你为何不答应呢 你是谁 竟敢呼叫王呢 你不是个勇士吗 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 民中有人进来 要害死王你的主 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 你这样是不好的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们都是该死的 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 在哪里 亚比赛对大卫说 真的 再一次神又把你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 你要把握这次机会 他真的是反复无常 每一次都承认他追杀你是错的 还痛哭流涕 可是过不久又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又来追杀我们 这一次你不要再放过这个机会 你若不杀他 我来 我就把他旁边的那个枪拿起来 一枪就刺死他 不用再刺第二枪 就免得这个心头大患 不然我们亡命天涯要到几时呢 大卫对亚比赛说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无罪呢 大卫又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他或是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他自己死其道了 或是他自己出阵 出阵阵亡了 就是让耶和华去审判他吧 大卫在这个上一章25章 有了那个拿八的经验 因为拿八羞辱他 然后呢大卫怒气冲冲 要去杀拿八 还好拿八的妻子亚比该 是为智慧的妇人 阻止大卫 劝大卫说 你要犯大错了 因为第一 你要以暴制暴 亲手杀你的敌人 你不应该这样 你应该把你的冤屈和羞辱 交给耶和华来审判 听凭主怒 而不是以暴制暴 亲手报仇 你也不该留无辜人写的罪 把拿八 他全家的人也都杀了 关他们什么事 亚比该对大卫的这个规劝 大卫恍然大悟 后来神果然自己击打拿八 拿八就死了 因此大卫就再一次 他的信念就被强化了 因为他之前就曾经 不自己动手杀死扫罗 一次的这种经验 后来又被劝主 不亲自杀了拿八 而拿八自己被神审判 死了 因此他就跟亚比塞说 如果扫罗继续多行不义 神必审判他 要不然就是 他被耶和华击打而死 要不然就是 神让他出去打仗的时候阵亡 耶和华自会管教 他自己的仆人 他的受高者 至于我呢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万不敢伸手 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可以将他 头旁边的枪 和他的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了 大卫从扫罗的头旁边 拿了枪和水瓶之后 两个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起 都睡着了 为什么 圣经说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沉沉地睡着了 大卫过到另外一边那里去 之后 他就远远地站在山顶上 与扫罗的军队相离甚远 大卫就在山顶上 呼叫百姓 和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说 亚尼尔啊 你为何不答应呢 就是他对亚尼尔喊话 亚尼尔说 你是谁 竟敢呼叫王呢 你是谁竟敢对 这王的军营 这样子大呼小叫 叫嚣呢 大卫对亚尼尔说 你不是个勇士吗 以色列中 谁能比你呢 民中有人 进来要害死亡你的主 你为何没有 好好的保护 亡你的主呢 你这样是不好的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你们都是该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保护 你们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看看王 他的头 原本放着的 旁边的那个枪跟水瓶 在哪里呢 大卫就责备亚尼尔说 你没有好好保护 你的王 他是耶和华受高者 你是怎么样 这个是没有尽到你的职责 你这样是非常不应该的 现在你看看 原本放在王的头的 旁边的枪跟水瓶 在哪里呢 因为已经在大卫的手上 大卫这样大声的喊话的时候 扫罗也醒了 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 我而大卫 这是你的声音吗 主 我的王啊 是我的声音 我做了什么 我手里有什么恶事 我主尽追赶仆人呢 求我主我王 听仆人的话 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 愿耶和华收纳寄物 若是人激发你 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因为他现今赶住我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说你去释放别神吧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 流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 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造 如同人在山上 猎取一个褶骨一般 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 愿耶和华收纳寄物 什么意思 如果我真的做哪边做错事情了 是耶和华激发你来攻击我 那愿耶和华可以让我知道我哪里错了 我愿意在耶和华面前献祭赎罪 可是我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 所以一定不是耶和华叫你来追杀我的 但是若是有人煽动你 激发你来追杀我 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因为他现今是赶住我大位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说你去侍奉别神吧 他说如果是有人向你敬禅言 使你相信我要背叛你 愿耶和华咒诅他 因为他现在所做的这样的动作 分明是要把我赶出以色列地 就是不让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就是要把我租出以色列以外 然后怎么样 还对我说你离开以色列去 你去侍奉别神吧 好像说大卫就是一个乱臣贼子 不仅离开自己的国家 连耶和华神他都不要了 大卫继续说 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流在离 耶和华遥远的地方 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跳蚤 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浙姑一样 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渺小的跳蚤 就是一只野鸟罢了 王为什么大费周章三番两次要来追杀我呢 求王不要再追杀我了 我没有地方逃了 我再逃我就要逃出以色列的边界以外了 而我不希望我最后是死在离我的神 离我的同胞离我的王很遥远的异乡 求我的王放过我吧 我之前已经有一次被你逼到 跑到费利斯人那里去了 我又醉了 我二大卫你可以回来 以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加害于你 我是糊涂人 大大错了 王的枪在这里 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 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 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折 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 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 并且拯救我 脱离一切患难 我而大卫愿你得福 你必做大事 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起行 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扫罗知道今天大卫再一次没有下手杀他 扫罗的心里面又承认他的错误 他甚至说我儿大卫我有罪了 你可以回来了 真的我错了 我今日真的是很感谢你 因为你看我的性命为宝贵 我真的不会再加害你了 我太糊涂了 我大错特错 大卫就说 王的枪在这里 请王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回去 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 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告者 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的报应他 我今日看中王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看中我大卫的性命 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大卫就跟王说 王啊我真的没有要背叛你 我也不敢伤害你 请你派人来把你的兵器拿回去 真的是我相信神都在看每一个人所作所为 耶和华必照每一个人的这个公义诚实来报应他 所以我恳求王在耶和华面前 也以公义诚实来代我不要再加害于我 我恳求耶和华看中我的性命 如同你的仆人大卫我看中王你的性命一样 25节扫罗就做了一个结尾 他就对大卫说我而大卫愿你得福 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起行扫罗也回他的本处去了 扫罗在离开之前他就再次祝福大卫 我而大卫愿你得福 愿你得着神对你的祝福 因为你真的是以公义诚实代人代神的一位男子汉 你必做大事 神必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伟大的事 也必得胜 神与你同在 所以他们就分开了 各自回到各自的地方去了 从此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因为之后神就亲自审判了扫罗 如同之前神自己亲自审判的恶人拿拔一样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扫罗 真的是又可恶又可悲又可叹 他总是无法控制心中对大卫的嫉妒 他就是不愿意来信靠耶和华 他如果愿意信靠耶和华 他的国位王位必定坚固 可是他不愿意信靠耶和华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所以不断的犯错也不断的犯罪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求你让扫罗这一生最后悲惨的结局 不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愿我们都敬畏神 免得我们大错得错 成为糊涂人 一辈子在同一件错的事情上 不断得罪神 不断得罪人 求主释放我们的生命 打开我们生命中的死结 愿圣灵光照我们 示范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